病都分很多種的 你病的時候你會怎樣處理呢 剛才我說有些人就上網 找答案 有些人問身邊的朋友 有些很直接就去看醫生 看什麼專科 什麼專科 在你的角度來講 究竟我們怎樣去處理 我們覺得身體有病 有問題 不舒服 很多人將疾病混在一起去理解 其實疾病是要分陽性和陰性的 陽性的病是外來的 突如其來的 而你沒有準備去防禦的 例如車禍 工商以外 戒傷手 跌傷腳 攻擊到自己的身體沒有辦法去抵禦 這個是陽性的病 就要找醫院 找醫生去處理 以及要及時 盡快去處理 譬如心臟病突發 執行的人都幫不到 但是我們在講 也有很多叫慢性的病 現在最多人困惑的就是在城市裡生活 那些叫做都市病 其實慢性病有七至八成 全部都是找不到原因 或者是很複雜的原因 令到一個人有慢性病 但是在我們中國醫學裡面 我們叫做陰性的病 就是你不理解是甚麼原因 而導致到有慢性的疾病 其實它是多數都是和我們行為習慣的關係 它不是說一朝一夕就得到的 它慢慢慢慢累積得來的一些習慣 令到我們身體起了變化 這個太徑五行工幫到很多人 其實它是在平常生活裡面 是很繁忙的生活 都要練一練功 反而幫到他們睡眠更加好 還有在生活裡面的節奏和思維更加清晰 現代的人其實最怕是甚麼呢 幾種病 退化性的疾病 譬如我們所說的阿滋海脈症和這個 腦退化 譬如柏金遜症 現在多了很多人的柏金遜症 有些年輕的那些 以前你說的那些腦退化或者柏金遜症 我們都覺得好像七十歲八十歲的人才開始 現在越來越年輕已經有這些狀況 五十幾歲我們都收到這些學生 明明我們現在說的科技 醫學發達 還有營養食物 甚麼都好了 不存在 只會太多 是不會不夠的 正正就是說出那個重點 就是太多 太多 而且他們在消耗過度而引起的問題 實際上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們好像無限地支出 其實我們的心神 經常都在外面游蕩 叫做神不守舍 對 神不守舍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守舍 射就是家裡 對 身體是一個防舍 而我們的靈魂要歸處就是我們的防舍 靈魂就是我們的神 神就是我們的魂 這個魂本身是我們的神 乾的血 其實要供給很多血給心臟 心臟不夠血 你覺得那些血不能上腦 有甚麼問題出現呢 就是柏金信症 阿之罕佛症 退腦退化症 現在的人 其實提早消耗了真緣 就是元氣 元精元神都消耗了 那個人就變成行屍走肉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他可能未必是自己痛苦 是身邊的人痛苦 照顧他的人 其實是很可惜的